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学敬 陈老师 哇 今天我们又是 100分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是100分的一个操作 我想不仅在整个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规划方面 昨天大盘开高震荡走低下来 好多人都告诉你说 这个盘还会杀还会再跌 但是昨天大兄就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大盘转折即将互现 当大家又在惶恐跟不安的一个时候 昨天大家就告诉大家 我说在这个地方 它只是正常的一个能量的释放 并非走空 万八的一个关前 只是主流肋骨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振动期 那么主流肋骨转换的振动体 当它的一个这样震荡整理过后 后市 它还是会怎么样 还是会再拉上来 你可以看到 所以为什么我说 在这一波的高震荡 它到底是第二波的一个起展 还是优先反弹逃命 你千万要一清二楚 千万不要傻傻的分不清楚 盘局出标股 正出好机会 就如同我昨天跟他说的 大盘转折即将互现 先顿后再攻击酒 各位可拭目以待 你看昨天下杀谁敢买 今天马上大厂上来 然后马上开心转 你自己去看看 不仅在整个的经济面 或是资金面 都能然是持续看好 并没有改变 甚至包括大修跟大家所谈到的 这些电子次产业的族群 不论是驱动IC MCU 包括今天的记忆体的一个这样 设计的一个金豪哥涨停板 你看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股票 我们跟大家所分享股票 IC赛板紧缩涨停 我们的新兴大涨 还有什么 还有Type-C的一个预创 LED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华星 偏观版的一个明基财 你可以看到盘面上 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许许多多的一个电子 资产业跟车店概念股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 大涨上来 显然在这个地方 控盘者做多偏多的一个心态 至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一波的行情 万八关卡 震荡之后 就如同大家说的 大盘转折即将互陷 先蹬后跳再张万九 所以对短线的一个震荡 这会是你的好机会 这个机会你要怎么样来做把握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航海王的一个 长龙阳明 今天再杀跌停板 所以为什么在上礼拜五 连标两个那个掌停板之后 我们要开心获利换口袋 你看大西雄都讲在前面 如果你有持续锁定大兄的一个节目 我恭喜大家 你看这一波的一个下杀 你几乎完全都可以比开 不论是长龙也好 不论是阳明也好 你看今天两担鼓要持续下杀跌停板 那么今天下杀跌停 你要怎么做 你务必要一清二组 千万不要傻傻的一个分不清楚 你如果不能做 你快来找大师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航海王总舵组 大师兄 百分之百的一个操作 市场唯一操作 航海王全盛的一个专家 从来没有失守过 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路以来 无论是长龙阳明 我们怎么带会员朋友 一路的一个大专上来 包括了长龙 你看我从2月3号 2月3号34块1 就带会员朋友开始锁定 甚至5月14号 随着一个长龙的一个下杀拉回 我也告诉大家 我在线上讲错 我就提前告诉大家 我说礼拜一 长龙下杀拉回 你看又是一个 绝佳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要持续锁定大师兄节目 你看这一波 怎么标的 主三段标更凶 来到233 你可以看到光从34块1到233 光是这样一个波段的大涨 波段价差足足达到5.83倍 你没有听错 你没有看错 足足达到5.38倍 当机会来临的一个时候 大师兄带你来做掌握 你可以看到100万 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583万 200万就让你可以开心赚进 超过1000万 这是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股票 7月6号来到233 我也告诉大家你不要追了 我也告诉大家 你手上如果有航海王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冯高你要懂得见好就收 因为短线他会做震荡 果然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如我们规划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拉回来 当7月14号下杀跌停板的一个时候 很多人啊 又叫你赶快卖在不该卖的地点上 你看我当天我跌停板 我带会员朋友 我再度出手买进 再度全说 马上连标两根掌停板上来 连标两根掌停板上来 很多人又告诉你看好 很多人告诉你要去追的时候 你看为什么我要带会员朋友 开心活力换口袋 我相信大家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开心活力换口袋之后 今天的一个长龙 今天下杀下来 今天下跌停 包括的一个阳明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下杀下来杀跌停 那今天下杀下来杀跌停 我问各位你要怎么做啊 但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一个投资朋友 往往都是低档不敢买 都是看到大涨上来高档的时候 才想要拼命去追 你是不是这样 你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看到高档去追 追下来 买错位置了 也不懂得赶快立即做停准 结果下杀下来 我看到今天啊 哇杀融资啊 又在那边担心害怕 你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自断手脚 那实在是很可笑的 为什么今天会杀 就是在杀这些的融资嘛 但是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不知道啊 当然这些的一个扣盘者 他们太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控盘者 都讲一个坦白的 那是就很严肃啦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如果你手上有长龙阳明的一个投资朋友 或其他航运类股的投资朋友 哦啊在这个地方 你屋上这船 你套牢了 不知道要不要处理 你快来找大师兄嘛 像今天的一个下杀 今天杀跌停 他是买点还是卖点 是机会还是危机 这一点你一定要非常的一个清楚嘛 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一亲二组嘛 你看看嘛 你看看今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望海 你看盘中下杀下来 你在担心害怕 哇 你把他卖在不甘卖 低点上尾盘怎么样拉上来 包括的一个这样 包括的一个 台华也是一样 盘中下杀 哇你害怕了 你把他杀掉了 停损掉了 卖在不甘卖的一个低点上 结果尾盘怎么样 急拉上来 差一点 亮灯掌灵板 那你要怎么 所以就如同 星星鸳鸯蝴蝶梦 所说的一句话 由来只有新人校 有谁听到救人哭 所以导致朋友 如果你手上有韩英虎的好朋友 请留意 大师兄请大家留意讯号 我点到即使 所以你现在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快来找大师兄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或是加入我们的 9M的Telegram 你在线上 把你的一个持股的状况 你把它写清楚 你把它写清楚 但是你要把你的一个 持股的状况 名字电话你要留 大兄才有办法 来怎么样 来回复你 来解答你手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持股的一个问题 所以各位进来投资朋友 如果你误上截传的话 你 你不晓得怎么操作 赶紧来找大师兄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直接拨打这个电话 23219933 直接来打电话进来 来找大师兄 让大力水手来大力帮你 真的是分秒必争 即刻救援 我们不仅是 航海王操作100分 没有话讲 包括电子 中小电子 赤产业族群 跟侧天概念股 也是一样 操作更是没有话讲 100分的一个操作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你看我今天找盘的时候 找盘的时候 我建议会员朋友 怎么操作的 我今天我卖三档股票 在盘前 盘前我卖的第一档股票 是哪一档 你自己去看看 我在盘前的时候几点 盘前8点54分 还有9点12分 54分先开盘先卖一半 9点12分 全出 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这样带着会员朋友 战战兢兢的来操作 不是说 等到开地下来了 你这准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你看 你又在那边期待 尾盘又下去了 你要怎么做 如果你看到昨天的一个 昨天的一个创新高 不是有很多人看到昨天创新高 会去追吗 他是好公司没有错 但是好公司也要有好买点 不是说看到抗新高就去追 有时候我们在操作上 我常常说 你也要了解什么 除了在产业面的一个变化 包括这个公司的 运营的一个状况之外 更重要的包括个股的一个股性 人有人性 股也有股性 你我的一个个性都完全不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都逃不出大气候的一个手掌心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大气候可以说我 简直是7-11 你看我晚上 我晚上 我都把隔天 的一个功课都做好 所以为什么我在盘前的时候 我就知道盘前要先卖它 你看我是不是卖得很漂亮 一切竞在不言中 一分证据就说一文化 那除了这档股票之外 包括的一个非药羚羊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非药羚羊 我带会员朋友买去之后 昨天涨停板 那你可以看到 今天盘前8点 8点54分盘前 也是盘前 54分我建议会员朋友 今天开高可以先怎么样 先市价获利出一半 你看 我早盘开高市价获利出一半 看是不是下杀下来 下杀下来怎么做 下杀下来又是机会 你可以看到 10点04分 10点04分 就建议会员朋友 在42块等着他 今天 点价成家之后 马上就是拉上来 马上就是拉上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 今天高出低进再转一趟 你可以看到我累计的一个价差 已经超过38% 已经超过38% 他也是一档车店概念股 一档的一个股票 而且又有子公司的一个林通 包括的一个林阳的一个创新 的一个市股上跪 因为带动他的一个整个 那个云印的一个爆发大成长 但是在爆发大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今天你跟着大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我常说啊 跟着大兄最大好处啊 第一个不必等嘛 财户一定有嘛 如果说能够帮大家创造更好 更棒的一个获利绩效 大师兄一定会尽我的一个所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是这样 战战兢兢带会员朋友在操作 包括第三档的一个股票也是一样 康普我们已经第三档的一个价差操作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第一趟从7月1号 然后第二趟7月9号 第三趟7月19号 7月19号配息1.2块 然后今天早盘 昨天涨停 今天早盘再试价 算是获利出一半 试价卖出之后 你看我三趟累计价差超过65% 超过65% 超过65% 我卖掉之后 我不是看坏哦 卖掉之后 我是为了帮会员朋友 拉回再创造更好更棒的获利绩效 我卖掉我高档卖掉 我是不是有更充裕的一个资金 然后有更多的一个资金 我又随时可以怎么样 买更多的一个张数回来 我一直跟他说过 订动车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这是我们对会员朋友 长期锁定的一个股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可以看到大兄 都跟你说的头级 都有信息 都感叹在阳光之下 让大家来做检视 如果说只是每天只会那边 事后出个事后放炮 看到哪一档股票 长领本拿出来 才能拿出来告诉你 都没有买 口墨浑灰 纸上富贵 这种其他的一个专家很多啊 你要这样的一个专家 还是要跟着大兄 这样实实在在 能够带你来怎么样 来赚钱的一个老师 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啊 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一档的一个 导电下的一个借铃啊 我们两档的一个操作啊 甚至啊 在昨天的时候7月21号啊 我125到127我再买回来 那会员应该通通都可以成交126 你可以看到 我昨天买进之后 今天的一个借铃 今天大涨上来 那这档的一个股票 你看为什么我看好它 我累计价值超过24% 那你要知道 随着一个整个数位甲转型啊 跟的一个这样 呃 车用的一个需求啊 哦 那包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看涨啊 哦 所以未来的一个电动车啊 哦 以及车用电子的一个相关功力的一个 原件的一个导电下的一个需求大增啊 那公司掌握这样的一个这样 体材的一个商机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涨都帮大家选 到这些啊 具有爆发成长性的一个好公司 我们就是这样带会员朋友来操作 所以我们能够标股一档接一档 一切尽在不远中啊 哦 那甚至包括的一个赛板王的一个信心啊 哦 这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 今天再度大涨上来啊 随时又准备再创新高 哦 随时又准备再创新高 波段价差都超过57%啦 那这都是我们啊 带会员朋友一路锁定的股票 包括MCU之王的一个信心也是一样 哦 今天再创新高 哦 波段我们设好亭利就可以了 重点是 M信心堂第二 你务必跟上 哦 还有和鲁斯之言也是一样 哦 短短几天的一个时间 价差超过62% 哦 同样的这档股票 我仍然是看好 有拉回的话 什么地方可以再出手 哦 还有新聚 聚想第二 到底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 甚至包括记忆体的一个设计王的一个金豪哥 你看都是大兄跟他所分享的股票 今天亮灯涨停板 哦 今天亮灯涨停板 哦 真的是恭喜大家啦 恭喜老爷 哦 贺喜夫人啊 今天我们又是100分的一个操作 哦 我常说啊 只要领先别人 他就排在你的后面 不是王牌不出手 哦 如果 哦 在于路以来跟他所分享的一个长龙 高达将近6倍 也还明高达将近10倍的价差你错过 哦 或者包括MCU之王的一个新唐 哦 二级体王的一个台办 何鲁斯之眼的一个巨翔 哦 以及新人员股王的一个康普 哦 再到这个IC设计的一个林阳 哦 导电下之王的一个借铃 哦 一档接着一档 哦 让你可以开心大赚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你又没有跟上脚步的投资朋友 哦 希望下一档大兄帮大家准备的新唐第二 巨翔第二 哦 第一时间你务必要跟上脚步 怎么样能够跟上大兄的脚步 很简单 第一个 QR Code赶快扫描一下 哪里的特别是特别 哦 赶快扫描一下 只要成为大兄好朋友 好事就是发生 大师兄在市场时期都会在群组公开 无事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如果有想要跟着大兄一起赚标股的投资朋友 真的是要赶快啦 哦 赶快把最统的电话把它拨通 差一天真正是差很多 哦 欢迎跟着大兄一起干那事 到底最会贏 02-23219933 控理2320 QQ33 让你敞了 轻轻轻轻轻轻 我们明天同一天见哦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钱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